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先躲开三秒钟 好了 三秒钟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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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不好意思 因为刚才到现在为止还是人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外面我们看到很多朋友站在那边 所以我们会重新再安排座位 所以还没有座位的朋友尽快坐下来 也请不管你是没座位还是有座位的朋友 记得把手机关掉 把声音关掉 把声音关掉 那我们就给大家三秒钟来关掉手机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今天李敖大师的演讲 我是非常紧张啊 李大师啊 不瞒你说 我前面一个月自从知道我很荣幸有机会主持这个演讲 我每隔一天都梦到你 我不骗你 梦到你 有时候有穿衣服 有时候没穿衣服 吓我一条 真的 他想骂我 他给我搂个面子 不骂 等一下 我还要做开场白 我请他们关掉手机 那我们非常荣幸有请到李敖先生来到香港 香港书展来到演讲 那这一场那么重要的活动是由我们都知道 由香港书展的林天福先生 幕后主催 然后当然还有亚洲周刊总编辑 抽立本先生一起来推动 所以终于我们有今天那么精彩的 抽立本先生 那么精彩的演讲 那我个人当然是非常荣幸 也非常紧张 我刚说的做梦绝对没骗你 没穿衣服也没骗你 我个人我从18岁那一年开始 翻开李敖先生的著作 就完全停不下来 从来没放下来过 所以这一场演讲 李敖大师猛龙过江 来到了香港 这一场演讲 我个人来说真的等待了整整的30年 讲到我都想哭了 怎么办 那我记得30年前李敖大师讲过大概的话 第一集是说 因为以前包括我在内很多人写文章 来说想来评论李敖 对不对 想来谈论李敖 那李敖大师知道吗 李大学有讲过这样的话 你说你们这些小朋友啊 评论我都是评论 好像一个评论一个台风 过境之后的我 OK 李敖大师说没有人能够站在台风面前 是吗 是这样说 因为站在台风面前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只能看到这个台风过境之后 不管是摧毁了什么 摧毁了谁 比方说龙印台 我们 我们那个 哎呀龙老师不好意思啊 龙老师 前辈 这个 没办法 当我要取舍的时候 我一定是取大师 舍龙印台的 一定的 不用考虑 这个 只能看到过境之后的 大师的楼下的痕迹 可是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我们有机会站在台风面前 亲眼看着台风的 种种的运作 今天李敖先生会给我们 这个一定非常精彩的演讲 今天的讲题呢 我们前面看到香港的报纸 有写了一些 可是好像不太准确 我们今天的讲题 李敖大师的讲题 以这个为准 中国知识分析的走向 听得懂吗 听不懂就看字 你们都懂字 中国知识分子的走向 因为我们看到报纸说 有人说李敖大师来讲 是来骂香港人的 骂港仔 这个 那些都不做准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走向 我们的今天很清楚的演讲题目 那李敖大师来香港以前呢 当说这个消息一开始的时候 很多朋友就托我 就说 嘉辉啊 能不能托你 来问一下李敖这个 问一下李敖那个 OK 那我的回应都是这样的 我说对不起 我不会带你们问的 你们要问有种 自己来问 OK 然后所以呢 香港嘛 自由嘛 百花齐放 你们今天问什么问题 李敖大师的 不可能会害怕 不可能担心的 一定一一的 妥善的回应 好不好 所以我在这里 只负责守着两个游戏规则 第一个是控制时间 第二个呢 这是控制 这个发问 完全自由的进行 你不要妨碍人家 我们也不希望 比起妨碍 好不好 还有最基本的 你们不管怎么样 发问也好 不要学李敖 一样在立法会来 碰那个瓦斯 不可以碰瓦斯 假如你坚持要碰瓦斯 先告诉我 因为我比敏感 所以让我先走 可是我提醒你们啊 李敖大师啊 随身带有武器的 今天有带吗 没打 那可以 可以看一下 有带面具吗 也没有 OK 没关系 李敖大师在 你们想攻击他 我一定用肉身来挡住 好不好 你们要攻击李敖大师 要先攻击过我阶关 好不好 可是坦白说 要过我阶关很简单的 OK 那我就不多讲了 要坐下来的朋友们 赶快坐下来 我们现在有请 猛龙过江李敖先生 李敖大师为我们演讲 我先特别感谢 亚洲周刊 总编辑 邱立文 邱先生 约我到香港 谢谢 当然再感谢 马家辉 小马 来做私立 刚才马家辉 讲错了一句话 他说 猛龙过江 其实是 不是猛龙 不过江 赶来 赶来香港 讲演 就表示说 心里有准备 可是到了现场以后 我心里就凉了 我讲过很多次讲演 可是没有见过这种场面 什么场面 这个演讲听的太宽了 基本上作为演讲者 为了礼貌 他要看到每一个人 或者假装看到每一个人 所以要从 可是这个场面很麻烦 要从左边 看看看看看看 看到右边 再回来 我就觉得 我不是一个演讲的人 我是一台电风扇 跟大家讲好 一个半小时 全部结束 我讲一半 大家可以提问题 所以一个半小时以内 大家不要用手机 也不要随便去小便 小便可以 小便以后要回来 我跟大家讲 我今天来了 首先我带了一本书 这本书呢 是当年我写的书 我每个月写一本书 连写了十年 写了一百二十本 这本书的封面 用广东话讲的 罗雷是吧 罗雷 罗女啊 罗女怎么叫 罗罗雷 李敖大师的广东话 很厉害了 我还记得 你会卖一句讲话 三个词了 能不能给我们听一下 罗雷 为什么罗雷呢 为什么要叫罗女呢 因为当年的国民党 插进我的书 一出版就插进 艺术版的插进 我的书不能够到书店里面卖 也不能够到书摊上面卖 结果呢 就进入黑市 在黑市的地摊上面卖 跟什么书卖呢 跟很多的黄色书刊 一起卖 所以我的封面也是 罗女 罗雷啊 罗雷 很多读者 他不是我的读者 他到黄色书摊上面 买黄色书刊 一看到了啊 就买了 买错了 所以 反过来 反过来 正面 看封面 所以 我的读者 有的是我的读者 有的是看黄色书刊的读者 所以我的读者 有一半是 色情狂 我现在 拿出来这本书 为什么拿出来呢 这里面有一篇 我在二十八年以前 写的文章 二十八年 就是一九八三年 什么文章呢 标题给大家看一下 标题啊 是 出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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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回答 还搞错 对对对 香港的机会 中国的机会 当年我就提出来一个构想 这篇文章发表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面 我的构想是说 再过十六年 九七大线 九七来了以后呢 香港就和英国脱离关系了 香港往哪里去 香港不要作为一个经济上的上面的一个有特色的据点 香港要作为一个民主的一个据点 由于香港 由于香港推动英国式的民主 给中国人作为模范 现在我这个希望 我这个希望有一点落空了 为什么呢 香港并没有做成功 香港今天的民主 是有问题的民主 为什么 因为他离伦敦越来越远 离台北越来越近 为什么 英国式的民主多么细腻 在英国议会里面 你不可以叫任何的议员他的名字 你都不能直接叫 可是现在 我们的民主 变得非常的粗野 什么原因 很不客气的讲 跟台湾学的 跟台湾学到这种粗糙的民主 什么结果呢 我告诉各位 这个民主是假的民主 为什么我在台湾 做了所谓的立法委员 用瓦斯来喷他们 为什么有225个立法委员 被我到法院 告了224个 我不能告我自己 所以捡到我 224个 就因为是假的民主 怎么样证明他假的民主 我告诉各位 两个党 在分飞 我们都以为 两党政治是民主政治 是错的 美国是不是两党政治 是 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 请大家注意 是非法的 是侵略 是违反联合国的宪章 可是美国的众议院 参议院 除了众议院的一个女议员 叫做巴布拉尔黎 这么一个女士以外 全体通过 两个党 民主国家的政党 用非法的方法 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方法 去侵略伊拉克 就是他们干的 所以两党政治 并不说证明了 就是民主 或者证明了干好事 相对的 一党政治 也不是那么样的 绝对有问题 至少 我们看到了新加坡 他虽然一党专政 虽然现在也动摇 可是没有人说 新加坡的一党专政 是 有人在贪污 绝对没有人在贪污 可是我们看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一党专政 有人在贪污 可是对我们历史家看起来 或者对我们这种思想家 看起来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怎么包庇贪污啊 没有 中国历史上 清朝有这种养联费 就是怕你贪污 政府特别给你钱 保持你的清联 所以像许世英 最后被西太后 拜放做县官的时候 不要在京官 不要在北京做官 到外面做官的时候 许世英不肯去 西太后当众笑他 说他傻瓜 为什么傻瓜呢 因为到外面做县官 有钱 可以贪污 在北京城做官 没有钱 所以贪污是公开的 现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贪污现象 你们觉得忧心吗 我一点都不忧心 为什么 为什么 两千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财产 每年的这个财产 两千兆 贪污是五千万 整个比起来是千分之三 千分之三算得了什么 我们要看大的方向 大的方向 这个国家在发荣 滋涨 在壮大 有千分之三的贪污 不重要 可是 对我们的人心 有影响 对现实上面 像我们这种比例原则 不重要 你理由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们要有知道 这件事情真相以后 我们的看法 就会变得很均衡 好不说 骂共产党谁不会啊 我也会 可是 共产党有没有做好事啊 我们 他的好事 我们都不敢承认 我们要反省 他的坏事 我敢骂 他的好事 我否认 或者不敢承认 我觉得我们要反省 这态度不对 你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在四十年代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 三十五岁 到了七十年代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 六十五岁 共产党 使中国人 饿死了一千万 两千万 三千万 三千万 四千万 五千万 到头了吧 可是他是另一人口 平均起来 多活了三十年 近年 又增加了 又增加了十岁 变成七十五岁 共产党 是不是做了好事 他养活了十三亿人口 并且 使他们的平均寿命 增加了四十年 我举这个例子 告诉大家 当我们讲到 坏话的时候 我们要想到他 他做的好事 这个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们的头脑 健康 能够很均衡地 论断一些问题 现在就回到了 本题了 中国知识分子走向 走什么向 知识分子 在大陆 臭老酒 我李奥做了什么事情 我告诉各位 六年以前 我到北京大学 大家一起还记得 那个画面 我是真正的一个 中国人 给知识分子 扬唯吐气的人 是臭老酒 光芒万传的人 今天有人说我 你李奥不罢共产党 很奇怪 共产党知道我罢他 你怎么不知道 他知道 所以我去北京的时候 六线道 出了飞机场 其他五线道 全部车停起来 我的车 一路单独走 对面的车 全部停下来 人家下了 司机就下车 掉着烟 看我 这车走过 等了我很久了 那我当国民对待 可是防我防什么 那我当贼来防我 我的讲演 看到没有 美国的小布什讲演 在北京大学 现场全程播出 俄国的普京 讲演 现场全程播出 台湾的一个笨蛋 叫连战讲演 也是 现场全程播出 李里奥讲演 对不起 没有 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 防我 为什么防我 他知道 我对中国很有善 我并不对 中国共产党有善 可是我对中国很有善 为什么对中国有善 大家知道吗 我身上带了个小本 小本上一个小资料 家规 来 封面 封面给大家看一下 1937年7月7号 所以如沟桥事变 日本人占了北京 那个时候 我三岁 我在北京 然后大家看 看到没有 两个月以后 注意啊 1937年7月7号 日本占北京 两个月以后 就这种数据事情出来了 看到没有 日本兵 骑着马 在北京城内 走过 证明什么 证明了 我的 小的时候 这个叫镜头 并不是不止于 1937年 9月 我在北京长大的时候 我亲眼看到了 日本兵 骑着马 在我的眼前走过 你们知道我的心里吗 我痛恨这个画面 我觉得有一天 如果 我的国家 如果有一个政权 或者一个党 他们能够做到 外国人 外国兵 不再骑着马 在我眼前走过 我就很高兴 我就应付他 如果国民党 做到这一点 我就拥护 我就拥护 蒋介石 国民党做不到 并且把中国的 比台湾 打44倍的外蒙古 对掉了 摩托东 欺负人 他也捉弄人 他也捉弄人 可是他给了光炉 怎么证明 英国的首相 扎西尔夫人 到了北京 跟邓小平 跟邓小平谈办 当时 我们香港的朋友们 也希望 虽然知道 我们是中国人 香港 98% 是中国人 也希望 也知道 97年 是大限 经过了155年 要把香港 九龙要回来了 可是希望 延长 不希望再给 不希望给中国 共产党统治 萨西尔夫人 英国首相 跑到北京 问邓小平 可不可以 邓小平说 不可以 萨西尔夫人说 你如果不可以的话 我告诉你 预言 中国共产党 你们中国 接受了香港以后 香港变成一个空城 邓小平说 空城就空城 我们也要空城 就这样子 很多香港人跑掉了 除了李嘉诚 是吧 都跑掉了 就在香港 就这样子 到了 今天 香港人满不满意 当然不满意 最严重的情况 香港人议会 我们现在看到议会 闹得这么凶 可是当的方法 不是英国的似的 应该是英国似的 全世界的老牌民主国家 那种 私本的闹法 为什么今天变成这样子 英国人 英国人自私 没有给香港留下好的基础 我告诉各位 对国主义有很多种 最坏的是比利时事的 他统治干国 七十年 非洲的干国 七十年 没有留下一个律师 没有一个医生 只留下了三个大学毕业生 所以刚国最后 独立的时候 对英国报复 连修女 修道院的冲进去 把修女的轮件 比利时事 是不负责任的 帝国主义者 英国负责任 所以他培养很多 好的殖民地 可是对香港 大家注意啊 英国人没有 英国人一百五十五年来 给香港人充分的自由 给香港建立了 法治的基础 可是香港没有民主 因为香港没有民主 所以香港突然出现了 民主形式的议会以后 变得很粗暴 跟台湾一样 香港 为什么英国人 不给香港民主 这句话 后来我们得到答案了 在九七以后 英国的外相 外交大臣 后悔 他说我们后悔 没有给香港人民主 就反过来说 一百五十五年来 英国人没有在香港 培养了好的民主的 传统 这个不然 英国人把 最后把钱花光 就盖了个机场 最后呢 把这个民主的构想 留给了香港人 香港人 糊里糊涂的 立刻就开始 向共产党 调民主 就是今天的下场嘛 他不肯给小七八拉 香港人要 搞到现在 关系这么紧张 这也是我在 二十八年以前 所写的书 我希望 香港回归以后 能够有一个 英国式的民主 留下来 这是我的 失望 也是香港朋友们 做不到的地方 原因 不是香港朋友 不努力 而是上了英国人当 英国人不给香港人训练 香港人 第一次搞民主 就碰到共产党 那反过来说 今天作为一个思想家 我告诉大家 民主不是我们 第一个选项 这话怎么说 我告诉你们 民主本来从希腊冒出来的 大家知道 希腊当时的民主 是几比几吗 叫一比十八 什么叫一比十八 一个位族 其他十八个人 都享受不到民主的福利 有的是奴隶 有的是外国人 有的是女人 有的是老二 家里面老二 不是老大 老二以下的儿女 都不是自由人 所以希腊式的民主 是极少数的人民主 十八个人里面 有一个人享受了民主 现在 如果我们又是 很公平的看看 今天中国大陆 不是十八比一吗 什么叫十八比一 现在中国大陆 有七千万共产党 十三亿人口 被七千万去除 不就是 十八个人里面 有一个共产党吗 他做了共产党以后 他有 共产党里面 在七千万人的族群里面 他有相当的投票权 相当的选举权 被选举权 所以我说 我们要从 一个有趣的统计数字 来看这些现象 因为有千分之三的贪污分子 可是对两千兆的国家而言 五千万的贪污 不算这么 同样的 因为有十八分之一的民主 党内民主 所以我们觉得 他的党内 有某种程度的选举权和候选权 这就是我们的悲哀 我们了解之后 香港没有这么惨 可是香港 为什么现在香港 开始 那开始没落 为什么 上海窜起来了 所以香港真正的努力 标准 是要从经济上面 抢回来 这个龙头的地位 而不是民主 所以我给香港朋友一个建议 不妨想想看 议会民主是有的 内部种小问题 大家吵吵闹到有的 真正的民主 走这个路线 是错误的 香港本身 香港人多么的年轻 活泼 有活力 并且很现实 什么时候香港 在六四以前 关心过六四吗 关心的天原门吗 香港什么时候 关心过钓鱼台 过去中国的历史里面 亚洲的历史里面 从来没有香港人 在政治上奋斗的历史 香港人都不搞政治的 可是现在香港人关心了 我劝香港人 不要那么笨 香港人 真正的努力的方向 是搞经济 经济搞起来 你的国家就怕你 你就是老大 就这么简单 为什么我就这么构想 香港人听着可能 都不高兴 因为一搞政治以后 人会上瘾 很爽 台湾就政治瓜帅 很爽快 所以大家看到我 我在台湾 跟大家搞这玩 今年我可能还出来选总统 跟他们玩 人家说 你里要选总统 你会当选吗 反过来说 要反过来说 就要我选总统 才勉强出现了一点点 真民主的现象 大家看看美国 美国是两个党 每次选举有第三党 第三党像 社会主义劳工党 SWP 这个党得到过千分之三的选票 美国那个那个 就搞消费者保护的英雄 他也代表绿党参加过 他也得过千分之三的选票 到此为止 就是千分之三 可是那个千分之三 真正代表了 美国的民主的光明的一年 有人敢出来选 台湾也是 看到没有 台湾卡死了 两个大党卡死了 没有第三者 这机会 我有没有 还不知道 为什么 按照台湾的宪法 40岁就可以 做候选人 可是事实上 我要去报名 请你交出来 2500万人的同意书 推荐你 推荐不是句话 要填表 要签名 要盖印 麻烦得不得了 25万张 25万张 然后要交 1600万台币的保证金 用门槛很高的方法 来限制你 使你不能够实行民主 那我们有本领突破 那就我们的本领 那突不破 就不能选 就这么简单 美国没有这个问题啊 美国有第三党 以下这些小党 都很小 可是要选就选 没有这么多门槛 有这么多门槛 又要钱 又要联署 什么意思啊 证明的民主是假的 宪法里面规定的 跟你所做到了 不达调 宪法说 40岁就可以 真的去选 不行 最近共产党庆祝建党 90年 我们他们的负责人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我们国家 再过40年 就是建国100年了 我们希望那个时候 是个富强的 民主的国家 鼎汉什么意思呢 鼎汉从现在开始等 再等40年 等39年 中国民主了 你们看就看了 我看了不是这反应不一样 为什么呢 学问大 怎么大法 我想起来 不是有一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不有序言吗 序言后面还有四张啊 序言里面有一句话 就是我们的国家 要建设一个 富强 民主 文明的国家 你们共产党在60年以前 在宪法里面 就答应了我们民主了 现在还要我们再等40年 什么意思吗 我刚才不信嘛 我拿你宪法来要求你 你怎么讲呢 所以我认为 不是他们 不诚意 而是说 对我这言 骗不了我 我太精了 为什么精 我会读书读得很细 你们会好好读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吗 你们不会 为什么呢 你们到了书展 你们就上了当 为什么呢 马上很多烂书过来 香港人的坏习惯 平常不买书 每年一书展 跑去买书 告诉你台湾的统计 台湾有55%的人 不看书 这么多人不看书 剩下的看 族群呢 每个星期 花40个小时 搞电脑 搞网络 其中1%的人 看书 看书4个小时 40个小时 搞网络 搞电脑 没人看书了 那么现在卖书 在卖书吗 卖个谁呢 中国大陆每年出版 18万本书 台湾每年出版 3万本书 包括龙英台的 那本烂书 可是今天 林静侠写这本好书 至少林静侠 刚刚给我送来 这个 李奥大叔 新书成功的 送了一本花 所以至少林静侠的书 是好书 这是这个花 林静侠是文化 是是是 就这本花 我告诉各位 你们不要买这么多书 什么原因呢 大家记不记得 英国一个物理学家 现在还活着 瘫痪那里 叫Hawking 霍金 他21岁开始得病 后来越来越严重 他脑 一切靠脑的运算 天才 他说 我们人类 要时速 每个小时的速度 90英里 90英里 这个速度 才能追得上 世界的出版品 换句话说呢 书书出的比你快 你追不上他 怎么样追 追不上他 所以你到香港书展 到处满坑满苦 烂书烂书烂书 等着你买 你买回来以后呢 看不完 看完以后呢 上了当 还划不来 请买李奥的书 所以会看书是最重要的 有好头脑 好不容易我讲过 胡锦涛弹出这个话来 我就不信 我就讲出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告诉我们 60年前就告诉我们 国家是 富强的 是民主的 等了60年了 还不兑现 宪法给我们的条件 都不兑现 你现在口头沉诺 再等40年 我们表示怀疑 不是说你陷亡 而是说 我们不愿意再等100年了 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好头脑才能看书呢 我教你们怎么看书嘛 你们看的时候都是错的嘛 中华人说 怎么说 说做学问 博学制 审问制 慎思制 凌辩制 独行制 这个程序对吗 根本不对的嘛 博学制 慎思制 凌辩制 独行制 就完了 三个程序 就涵盖了五个程序嘛 中间的三个程序 重复的 一个程序 可是头脑不好 就变成五个程序 所以大家知道 好头脑 才能辨别 这些东西 看书不能辨别 看书也没用 所以大家变得很迷失 很难过 迷失的原因就是说 我们对共产党失望 可是我们要想到 他做了很多好事 我们不要抹杀了 如果抹杀他 我们不公道 对自己不公道 因为我们变成一种 一种懦弱的什么 什么懦弱呢 就是别人的坏话你敢讲 别人的好话你不敢讲 这是一种胆怯 我认为这是一种胆怯 所以我告诉大家 先鼓掌 现在才真的回到本题 告诉大家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要有多么好的头脑 头脑可以使你 不被骗 自己也不会那么痛苦 为什么屈原 要跳河呢 他痛苦 我的一个老师叫殷海光 在座的丘利本 在台大念的时候就认识他 殷海光 49岁的时候死掉了 得的是胃癌 胃癌的原因很多 可是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精神不高兴 心里不愉快 可是他是学哲学的 哲学家得了胃癌 怎么可以呢 表示你哲学没有学痛 哲学家得了胃癌 就等于神父得了梅毒 不可以的 不可以死在这个罪名上面 这个私人也不可有司机也 不可以这样死 我告诉各位 殷海光49岁就死了 为什么死了呢 气死了 吃饭的时候 吃了一半 忽然想到蒋介石 他的敌人 筷子一丢 站起来了演讲 打倒蒋介石 生气了 饭也吃不下去了 得了胃癌死掉了 结果蒋介石活了89岁 你的敌人比你多活40年 你输了吗 输了吗 你看看像毛因初 马因初 北大校长 告诉大家说 中国人口太多了 不要再搞人口争错 毛主席反对 说人多好办事 大家都骂 马因初 他说北大校长 贴大致报 一路贴贴贴贴贴贴 贴到马因初床头上面 骂他 马因初就是不屈服 什么结果 最后告诉大家 毛泽东死了 马因初还没死 马因初生的时候 毛泽东没有生 毛泽东死了 马因初还没死 他活着100岁 好了 最后给大家拼幅 成功了 所以活过敌人 快快乐乐的活过你的敌人 是多么的重要 我在座 有一个我50年的老朋友 从美国来到现场 他常常跟我开玩笑 他是有名的话学家 就是说我们看谁先死 谁有本灵在对方的坟上小便 他一旦站起来 给我看一下 他中国同学 就我们互相比赛这个长寿 所以这时候节外的话 就中国知识分子走向 那种屈原的跳河的 或者像珠香那样跳河的 或者像牢舍那样跳河的 或者像王国为那样跳河的 都是错误 要快快乐乐的活过你的敌人 好重要 说起来好像是一句大话 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之下 是可以做得到的 就我刚才讲过 好的头脑 要有好的走向 才有好的走向 生活方式要调整 否则的话 我们就无限的痛苦 无限的痛苦 我认为是不快乐的 我跟大家一再讲的意思 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意思 我给大家几张照片 给大家看一看 这就第一个 大家看看 这个封面 一天清华大学教授 叫王国为 最后跳河自杀 50岁跳河自杀 这个 许文处工 八国联军的时候 以前 他被一颗团打进来 被西太后杀掉了 人倒背倒在这个样子 同时 同时碰到了暴君 西太后 同时碰到了暴民 就是一颗团 在文革的时候 有人碰到了 暴君和暴民同时碰到 很多人倒背 死掉了 我再给大家看一个照片 给大家 纠正一点历史 你们问 我要问你们 中华民国第一个总统是谁 你们都说孙中山 错的 在孙中山以前 有一个香港人 杨曲云就是他 他是香港同盟会的负责人 孙中山跟他竞选 他们成立一个合同国总统 他当选 孙中山落选 所以这真正的 中国的第一个总统 是香港人 给你们一点鼓励 请看这个图片 这就是给你们看到了 南京条约 下面有一行字 这行字 大家看到 就是 大清的皇帝 把香港一个岛 给予英国皇帝 就是这个条约 我亲自看过这个条约 这个条约在台北 因为是国宝 所以看那时候要戴 口罩 要戴手套 这不是什么 这个知识不能走向 我用压在面 扔出个例子 1842年 签南京条约 把香港给了英国 对不对 对 当时这个构想 在同一年 穿逼条约 在穿逼条约里面 香港总督 齐善 就答应这个条件 结果 道国皇帝呢 把齐善 抓起来 说你卖国 怎么可以 把香港给 英国人 结果 打 英国人打到南京去了 打不过 好 重新定条约 不但香港给了英国人 齐善的条约里面 穿逼条约里面 香港给了英国人 可是中国人可以抽税 好了 南京条约里面 抽税权利没有了 在穿逼条约里面 一口同伤 没有五口同伤 在南京条约里面 五口同伤 所以呢 道外皇帝 不听一个知识分子的见解 就好像毛泽东 不听马银出的见解 上了大 可是最后呢 把香港割掉了 有人说 香港当年给了英国 一百年后收回来 一块荒岛 本来是个渔村 一个荒岛 香港搞得这么好 如果当年道光皇帝 把整个中国都给了英国 请你代管一百五十点 还给我 也不会比中国人搞得更坏嘛 这话是说的 这话是我说的 你什么时候说的 就来 我二十八年以前说的 结果我这个观念 被一个人抄走了 他也这样讲 在我讲以后 保一年 他也这样讲 他的名字叫做刘晓波 所以我告诉大家 我的观念 被刘晓波拖走了 然后刘晓波 我四年以前 六年以前 我去北京 他写文章骂我 说刘这个人呢 两个大缺点 第一个缺点 他拼命的自己 在捧自己 这话说的很有道理 因为别人不捧我 或者捧得不够 所以我平常在捧自己 第二个缺点 李敖不肯骂共产党 真的不公道 刘晓波不公道 我讲过了 共产党知道我在骂他 你怎么不知道呢 因为你笨 可是我无法接触 刘晓波这种看法 你知道吗 赞成台独 赞成台湾独立 赞成西藏独立 赞成美国打伊拉克 我不知道李敖不 是个头脑清楚的人 虽然他得了 诺贝尔和平奖 我认为 这是外国人的 一个不公道 诺贝尔和平奖 很容易得 我告诉各位 他不是瑞典审查 他是挪威审查 和平奖挪威审查 审查之后 只要三个人通过 就得到了 所以很容易得 不过我承认 诺贝尔和平奖 他们有进步 他们这次和平奖 给的是刘晓波 上一次给的是达赖喇嘛 我觉得有进步 来看看图片 说明一下 来来来来 这个人叫山西王 叫阎西山 后来死在台北 他虽然是个军阀 可是他有一个很好的见解 很尖锐的见解 他说共产党 共产主义不能实行 为什么不能实行呢 他说共产主义 是给圣人实行的 凡人 凡夫俗子 不能够实行共产主义 什么原因呢 因为圣人可以做到了 各尽所能 各取所需 凡夫俗子 他就不会各尽所能 他偷懒 你做他不做 吃东西 你吃一个馒头 他吃两个 各取所需 他需要两个 所以 为什么大陆的公民企业 都落伍呢 没有竞争力呢 就是因为 有些人是凡夫俗子 圣人就没问题 他看到这一点 后来共产党自己看到这一点 大家注意什么地方看到的 在口号上面看到的 过去共产党的口号是 各尽所能 各取所需 这个观念呢 非常伟大 我们不能否认它 非常伟大 可是 现在改了 各尽所能 按需 区 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 你需要多少 我来分配 第二句话 什么话呢 把道德性 给摧毁掉 各尽所能 还是道德性的 按需分配 就是 没有道德的 是政府给你多少 那不是道德的 有什么事吗 我知道你们香港人不喜欢我 不过在麦克风上 故意作弄我 所以现在共产党聪明了 坦白说 现在实行的不是共产主义 大家就看出来了 可是这个招牌 拿不掉 可是我也跟大家讲过 这样 邓小平 很聪明地讲了一句话 文革带给我们的教训 什么教训 穷不是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不代表穷啊 所以他同意 一部分人先发财 一部分人跟上去 今天就这样子 一部分人发财 发了过头了 另外一部分人跟不上 搞到今天 那怎么办呢 所以 现在我们造成的问题 现在走的路子 就是跟美国比赛 跟美国比赛什么呢 走资本主义路赛 麻烦出来了 什么麻烦 我告诉大家 美国人现在 拿着一块美金来 一块美金 其中四毛一分钱 是你的钱 我的钱 美国过去自己有钱 一块美金是他的钱 其实他们有钱了 他借你的钱 花你的钱 他不但银纸毛粮 还支你的毛粮 然后 我以为只限于麦克风 还有别的结果 你坐就好好坐好 别动 那美国人拿 应该一百块钱美金 多少钱 印刷费呢 两分钱 他用一百块钱美金呢 啪啪啪啪啪印 量化宽松 第二次 眼看就第三次来了 拼印 在美国的本土里外 就在世界的美金 比美国本土还多 什么结果啊 美国搞成麻烦的时候啊 他不嫌倒霉 嫌倒霉是我们 我举个例子 你们一 我举个例子 你们就知道 我多聪明了 九十一 事件 炸 今 就好十年啊 炸掉了双子星 双子星炸掉了 美国每天输出50个双子星给全世界买占 从2008年9月到12月 四个月间金融海啸下来 美国六千亿亏损掉 然后 就是六千座的九月一大楼 亏损掉 折算出这么多钱来 九十四个月 叫世界分摊 每天输出50座 叫我们给他买单 美国只赔一座嘛 比拉登加他们是一组 双子星 美国叫全世界负担 六千座双子星的代价 我给你们讲数字 你们听不出来 现在懂了 六千座双子星 每天50座叫我们全世界买单 美国这么快 那中国怎么办呢 跟美国比赛 你扩我也扩 麻烦了 我已经 请看我那本书 扬眉美国 说得很清楚啊 美国人 我们要走这条路子 全世界要两个地球 中国人做过美国人生活 全世界两个地球 我们怎么办 现在我们开始赞美呼吸到了 胡言涛穿着西装打了红领带 温家宝穿着西装打了红领带 九个人 服装是一样的 首饰也是一样的 笑容 脸部都很僵硬 都很一样的 他们是好的官 他们 归归归归的做技术官僚 他们也争权得利 可是没有刀光学影 不像以前那么 那么惨了 他们这样的好的官 干什么 小心翼翼 我怎么样挖苦他们 大家听我的话 过去中国革命一百年先 其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 革什么命呢 革命以后呢 就背着包袱过河 虽然过了河 可是包袱还在 丢不掉它 革命没有成功 所以一九二十一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 再革命 中国共产党党有一个了不起的人 叫董毕武 他参加过辛亥革命 十年以后 参加共产党 再革命 革命革到了文革以后 要传了祸来 邓昊平说 我们现在摸着石头过河 还在过河 已经不再背着包袱了 摸着石头过河 现在什么样子 胡敬涛在干什么 我李奥送他们一句话 就摸着卵子过河 过河的时候 展示很小 怕得搞完掉到水里 就捧着搞完再走路 别以为我再挖苦他们 中国方言大词典 里面有这句话 捧着卵子过河 苏州土话 苏州人的话 所以你要骂人呢 要是学问呢 我有根据的 中国方言大词典 他们有什么胆小呢 现在买美国的国库券 9000亿 美国两块和人中 花两分钱 用来100块钱的 又花两分钱 用来100块钱 就冲掉了 9000亿变成8500亿 再来一次 变成8000亿 所以胡锦涛 经常搬家宝 心里吓死了 不要怎么办 所以你就知道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 苦恼万分 所以现在 为什么我聊 了不起呢 现在我转向 我在七个月以内 出了三本书 我转向 特别写的一篇 杨维美国 杨维美国 在大陆出版了 不准硬 有一个看起来 很讨厌的一个人 叫杨洁篪 他们的外交部长 今天还跟那个 希拉蕊那个胖女人 照相了 外交部长 在看着这个书 对这个书影响 胡锦涛到美国 跟美国人 就帮交 刘这个书不能出版 加了五个月 改名字 现在叫做 审判美国 出版 为什么我要讲到美国呢 我跟大家讲 我一个讨厌的鬼 叫俞光忠 俞光忠 我前一天跟朋友开玩笑 他现在活了八十岁 他如果四十岁就死掉了 只过四十年 他还是俞光忠 为什么呢 因为后面四十年没有进步 虽然写了很多烂诗 还是一样 不写也一样 我以后不一样 我们有进步 我这七个月写了三本书 每本书都跟以前不一样 这才是本领了 大家会怨天尤人 告诉大家 不要怨天尤人 世界这么大 东西的百分比就是倒霉鬼 我告诉大家 你们念过毛泽东的词吗 写给李淑一的 我是娇阳君石柳 杨柳清阳 直上重焦酒 问信乌刚和所有 乌刚捧出桂花酒 第一句话 我是娇阳君石柳 阳什么东西 阳就是阳开会 就毛泽东的老婆 被国民党枪毙了 八十九岁就被打死了 我对到了娇阳 他这个词写给李淑一的 李淑一君石柳 李淑一嫁给一个姓柳子 叫柳之巡 柳之巡什么人呢 大家以为看起来 这人给国民党杀的 错了 柳之巡是被共产党杀的 他杀错了 三十五岁被杀 后来给平反了 所以我是娇阳君石柳 一个被国民党杀了 一个被我们共产党 自己人把他杀了 这就是什么 这边有一个比例 在这个世界的过程里面 有个比例 它就是倒霉贵 然而时代 干掉王世卫 搞野百合花 王世卫二十岁就跑去加共产党 怎么样 四十一岁 打死了 共产党杀掉了 死后三十一年 他老人才知道 他告诉他老婆 以丈夫死掉了 死后四十四年 才平反 大家记得我头脑 我头脑是电脑啊 袖子在我头脑里面 谁要看电脑啊 不要电脑 我们就是电脑 全世界最后一个 打败电脑的头脑 你们会觉得我在干什么 我在跟你们 在开玩笑吗 因为 我给你们做一个很严肃的演说 有什么意思呢 大家很高兴 就这样子 就这个结果 人本身就很像倒霉鬼 在倒霉鬼里面 香港这个地区的族群 比较起来 是最幸福的 真的要珍惜这个幸福 所以我的意思说 不要在议会里面 内部的一些问题 千米油盐 降醋茶 可以搞 大方向上面 没有必要 跟北京作对 没有必要 太笨了 我常常碰到这种人 我问他一句话 要不要推翻中国共产党 要不要 要不要 不要 你打不过他了 对不对 你有机会吗 不要他怎么办呢 他就那么样子 死样子 得行吗 怎么办 希望他改好吗 所以我还用我的方法吗 什么方法 就是 我们跟他 和好 劝他 推他 捏他 掐他 北妈妈 隔着他 养他 干什么 虽然他改善嘛 最后拥抱他 共产党会不会拥抱我呢 胡云鸟会不会抱你呢 不会嘛 他不干嘛呢 他忙得很呢 他两个手在捧着搞完了 我越学越远了 越说越远了 太远了 昨天 中国平时笨子走向 告诉大家 不要学屈原 不要学阴海光 不要短天 不要学什么刘小波 那个笨蛋 我在讲一遍 我的笨蛋 搞了个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里面 也讲了好多条 我把他拿去跟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队 他搞不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么笨蛋 他一圈都不会讲 没法讲啊 这就是 零老婆 他在坐牢了 我们就不要过分的责备他 这就是整个这个世界 所以我觉得 我们应该在这个前景底下 跟共产党周旋 在对战手上 需要个杠杆 杠杆需要个支点 就是阿基米德讲的 给我一个支点 我可以举起地球 这个支点 就是香港 香港最有资格 做这个支点 台湾很可惜 台湾撞下掉了 台湾这批人 撞下掉了 所以我觉得 香港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演讲完毕 非常谢谢李敖大师 李敖大师 请说我们大问的时候 李敖大师的作者 有问题 控制实验 不要超过 毕竟不要有怪声音 对我 他们也发生怪声音 我们开始可以交流 答问 李敖大师 李敖大师刚提醒了我三点 时间控制好 所以我们就控制好 时间到五点半 结束 我们这个 开始到 也是到五点半 好 我们这个 现在开始想问问题的朋友 可以举手 那谁先举手呢 因为我是主持 麦克风在我手 所以我决定是谁先举手的 好不好 那前面这一位 姐姐 你好 各位新三 好 OK 我们就尽量把问题 很精准的讲出来 我们请李敖大师来回答 回应 好 OK 李敖大师你好 我是香港人 三个月大就在香港长大 叫白韵琴 那么所以我很关心香港 我希望我刚才听见你说的就是说 我们要不要骂共产党 不要骂他 我们跟他好朋友 然后说服他 让他们教我们 那请你给我们一个方法 我们怎么去说服他 或者怎么让他们给我们的 更多更多的好处 另外有一点是香港人都关心的 是说我们现在的特首呢 好像不太沉气候 那怎么样一个特首 才可以帮到香港 而且就像你说的 我们怎么样 这个特首要怎么样 跟中国 或者特别是跟香港人 做一个有效的服务 就让我们的议会 不会越来越离开 伦敦 越来越近台湾 谢谢 谢谢 我对共产党也没有好办法 我现在先试探性的 先把我儿子派出去 我儿子现在知名度很高 我要依靠他 我的爸爸不是李刚 可是我的儿子是李开 关于香港的特首 我再跟你讲 我对欣赏 陈方安生 很可惜 他太英国式了 他是英国人 根本就是英国人 他对中国的这种认同 显然出了问题 我认为这是他的错误 他一开始 在97年以后 不要这样子对中国 用英国人的眼光来看中国 陈方安生的祖父 是安徽省的省长 是有名的将军 被蒋介石害死了 所以那个时代的人救国 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陈方安生这一代 要知道爱国家 爱香港人 应该用更聪明的方法 可是我认为 陈方安生一开始就跟 冥完不化的共产党干上了 我认为是不治的 所以我觉得陈方安生 不能够搅住香港的厕守 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那其他的这三个人 眼看就要搅住了 我不知道谁好 可是我知道 后天有一个人请我吃饭 那个人就是最好的 谢谢大使 马英九是香港人嘛 他来选特首 你同意吗 马英九已经还在台湾了 不要再还香港了 好 刚才那边有一位先生 你好 李敖先生 我来自中国内地 那么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刚才听你所说的 你说千分之三 这个中国的贪污率 在中国那个整个的GDP当中 是很小的一部分 但是我说 在中国 历代王朝这样过来 都是有那个 他到他灭亡的时候 那个王朝 都是他的那个官僚膨胀 膨胀了数倍 十几倍 这样一个 到他灭亡的一个结果 但是你说你不在乎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有一个叫蝴蝶效应 能不能请你尽快把问题 因为我们时间不多 不好意思 他说一个很小的很小的问题 随着时间会膨胀 导致他灭亡 就像东林党人那样 他当初也是因为过度强大 而自我灭亡的 这样看 你看中国的这个政治体系 怎么样去看呢 谢谢 中国的政治体系 会不会走向灭亡的这个问题 是这样吗 中国灭亡很多次了 不过很难灭亡 你看台湾的蒋介石 台湾的蒋介石 以南京为首都 两次丢掉了首都 日本人站了一次 共产党站了一次 在台湾 蒋介石的徒子徒孙马云九 还不要脸 还在庆祝中华民国一百年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就亡国了 他还庆祝一百年 所以这个 等从律师上看 都是小事情 不值得不值得介意了 希望你开朗一点 中国太大了 谢谢大师 好 还有哪一位朋友 那边有朋友吗 这边都有 好 那边站起来的这一位小姐 对 这一位 李大师你好 你好 我来自乌克兰 我想问你的问题是 你有曾经被强奸 或者被强暴过的经历吗 很奇怪 他说有被强暴 你有没有曾经被男人 或者女人强暴过 或者强奸过的经历 好 谢谢你的问题 谢谢 有没有被男人 或者女人强暴过的经历 强奸做强暴过 对 好 请坐 请坐 如果没有的话 那个强暴本身就不存在了 所以如果 如果 如果 对 我想说 所以那么希望比强暴还要可怕 我想说的是这个 那你怎么看希望和强暴之间的关系 好 谢谢 谢谢 怎么看希望跟强暴之间的关系 这是结局问题吗 不如其实啊 这个小姐一口气问了好几个问题 大师回答第一个吧 有没有被强暴过的经历 好不好 我强暴告诉你 马家辉可能有 我没有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再来的问题 我看不到 后面那位女士 然后前面这位先生 白衣服的 白衣服的 我们又快哈 又问的很准缺 李大师你好 首先我先生 这位是我先生 他让我告诉您件事情 就是十年前 我们从河南的一个小城市 经过千金万万 考上所谓的中国大陆的重点大学 然后五年前 我们千辛万苦的到深圳 谋了一个职业 然后八个小时前 我们千辛万苦的从楼库关 人上人海的挤过来 坐了几十站的地铁 就为了一堵 您这个亚洲第一猛男的风采 我们非常的荣幸 首先谢谢您 给我这个提分的机会 虽然我知道 我显然不符合您的这个 选择女性的白嫩高瘦幼的这个标准 谢谢您 其次我的这个问题就是想说 我知道您是生于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 我是生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 虽然我们这个年龄是各了半个世纪 你的问题是 虽然从外形上根本看不出了这一点 因为您比我还要青春 更青春 更活泼 更有活力 但是我是想说 我想问一下您的看法 就是在您的有生之年 或者说在我的有生之年 您所希望看到的中国 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这个关系 最理想的关系是怎样的 谢谢您 谢谢 他说你希望看到中国 希望看到中国 最理想的关系是 两岸 在你有生今年 看到最心中 最希望看到什么样的中国 根本台湾没有台湾问题 台湾根本有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 他口袋很好 讲话很快 没有他前面基本上 就是说你非常英俊 真的是他建设 他讲了一点 是吧 他可以 前面这位先生 我们可能这个之后 就最后一个问题 就时间就到了 这位先生 谢谢啊 李耀大师 我是中华文化传播中心的 朱建民教授 我记得你 我跟你通过电话 六年前 我记得你 你讲到技术分子 你在那个 北京法院寺 那个书里面 讲到你最 那个敬佩的 那个时候 讲到康有为 那个他们那个 目书变法 那个事 那个里面 有一个 康有为的老师 你是电脑 要超级电脑 我想请教一下 你还记得 康有为 那个老师 的名字吗 北京法院寺 他说 你书里面提到 康有为的老师 他在考你了 你在北京法院寺 里面那个书 朱九江 朱九江先生 那时候你跟我通电话 你说你写那个书 你找不到朱九江的照片 因为你到监狱里面 要朋友帮你找 他的照片 我今天 因为康有为的老师 他是我的曾祖父 朱九江先生 我今天把他的 他的相 带过来了 朱九江 我送给你了 谢谢朱教授 谢谢 请教我们时间的关系 最后最后一个问题 你要有信心 你的问题很精彩 才举手 看不到 看不到 这位 这位被摇包包的 对对对 因为他刚举手的 最后一个问题 你好 李大师 我想请问一下 是什么 呃 一种方式 就是为什么会选择用写作 的方式来实践理想 而不是选择其他的方法 其他的途径 为什么会写作 来 从写作来开始 因为写作 对我们而言 最能够持久 打拳的阿里 到了三十一岁 就不能打拳了 我们现在七十六岁 还可以写文章 所以我们的生命 比较持久 好 好 谢谢 我们今天演讲到这里 我们再次 谢谢李敖大师 非常精彩的演讲 谢谢大师 我们那个香港书展 有花献给李敖大师 谢谢 谢谢 谢谢